不好意思我開這一個月確實真的沒有 我覺得真的它的底盤超棒 那我們再道歉 營運商 哈囉 everybody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已經推過了 推過了要幹嘛 這個天橋下縮書 一台車要做7749級之喜美11代 好不好 我們已經開了一個月了沒啊 好像差不多了 我已經開了1200公里 目前呢我開了開完第二桶油了 第二桶油現在油等量 所以等一下我們去加油 然後我有大概測了一下它的油耗數據 等一下再加油的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我看了它那麼久 開了它一個月 我終於知道它長得像什麼了 什麼 鴨嘴獸 鴨嘴獸 對 它這個很像它那個鴨嘴獸的那個 哦嘴巴 很像鴨嘴獸 我終於想到一個比較 比較合適的那個形容詞了 這一集哦 就是跟大家分享開一個月的心得 那今天應該是最後一次開這台車了 因為之後我應該這集拍完就把它注意掉 這一個月的心得 還有一些前面觀眾朋友的疑問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慢慢的開久呢 我發現蠻多 比較不一樣的感受 真的比起剛回來開那個兩三次 我覺得會有不一樣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欸會不會 我哪講的太委婉 人家想說是我被摸頭還是怎樣 沒有 沒有 我們還是會繼續講 好不好 首先呢 它的引擎室裡面有一個蠻特別的東西 但是上一集沒有講到的 這個東西 據說啦 我不專業啦 據說這個是跟這個安全 跟那個預縮安全帶一樣有沒有 它是在安全評測裡面是有加分的 那上一集也沒講到嗎 沒有油壓頂感 我有講嗎 看車的時候有講 看車的時候有講 好 它沒有油壓頂感 還是如同新車一樣 這個 它的兩邊有這個 這個Lasus也有 它大概沒有講到 你應該不知道這什麼對不對 我不知道 另外一邊也有 你去看 引擎蓋的角落 這個是要保護行人的 你撞到行人之後啊 它那兩個黑的會彈起來 把你的引擎蓋 掀起來嗎 掀起來 保護行人 它行人不就被彈出去了 你原本想跟我一樣 可是它是不讓行人去撞擊到玻璃 哦 保護它 據說應該是加分的項目 但是這個一彈起來 你的蓋子就要換掉了 爆發裝置就要換掉了 可能就要花好幾萬了 所以有人就會說想省錢 就去外面有人再改這個 把它改掉 改不要觸發 所以呢 這個 這個我不 不建議大家去做這個事情 那這樣就不能保護行人 不建議啦好不好 只是說它有這樣子的一個 算是蠻先進的 行人防護的措施 這個要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這個 人家錢花在這裡 好不好 你們只會看盲點 那個什麼幾千塊的東西 對不對 好不好 我們來講 他們錢要花在這個行人保護啊 哦 之前我是說尾門很難關 嗯 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 尾門是在我這樣身高的人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不救手的關法 因為我們習慣性浮這個地方 所以 這個失利點的問題會很難關 但你如果是稍微比較矮的人 你拉把手 就會好關 他的把手 對於我這個身高的人 他是來比較低促 我的手就會變這樣 對 然後 這樣子去出力 所以就會很難關 那所以他的關法是 你就是要 你如果是沒那麼高的人 你手是伸直的狀態 你可能就 在這個失利點 你就會很簡單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是把手舉在空中之力 所以你矮一點 把它帶下來 這是我真的自己 良心發現 這算嗎 沒有啊 就真的不好關 我關就真的不好關啊 我不管在哪裡 我關這個 我就 就是那個很不救手啊 所以拉這個 我也很不救手啊 所以你如果用你的體重往下帶 其實就會好關啊 但我的膝蓋就 我現在要吃阿蓋了 你知道嗎 好 要不然你就是要兩段式啦 拉下來以後 兩段式去關啦 你想要很帥氣的去拉它的話 可能就 會花比較大的力氣 那女孩子如果身高沒那麼高 去拉這個應該是會比較 救手一點 好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我有發現它這邊其實有做兩個墊子 製正墊子 所以它在隔音上面其實還蠻用心的 好 左右都有一個製正墊 那再來一點就是啊 我們室內的一個空間啊 其實是因為 我本身 第一個我身高就比較高 我的腳還比較長嘛 我的腳還比較長嘛 這我之前好幾年前 我就跟大家分享過 我的腳比較大隻嘛 所以呢 我是習慣是 除了我的身高本身就大概180了 然後再來 我也習慣做比較後面 所以說這個空間上面 你們自己還是要實際去做做看 好不好 因為我本身的高度 再加上 我做前面又做後面 那個空間看起來就會 蠻悲劇的 我後悔選這個尾翼 高一點那個 Type R的比較好看 我覺得那個尾翼 配這個屁股比較 合啊 比較適合 因為我潛伏在社團裡嘛 看有人換高的 高的好看 建議大家這個如果有買 不要選 自己出來加就好 好 胎壓啦 來來來來 好啊 我最後要說胎壓 講完胎壓 我們就要出發了 很多人沒有 沒有 講說小事沒有量胎壓 胎壓是多少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開到的那個晃 我開那麼多車 我雖然不是專業的車評 但我開過的車真的很多 我開車也開了幾十年 所以基本上第一點 胎壓過飽 或是胎壓過少 我們是開得出來的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我們所感受到的那個晃 很多人覺得 晃是胎壓太低嘛 你如果胎壓太高 應該是什麼 彈跳 應該是彈跳 硬碰硬嘛 所以我所謂的那個晃 是有一點類似 對我的感覺啦 為什麼我沒有去量胎壓 因為我的直覺就是那個是 避震器跟底板的問題 它絕對不是輪胎問題 如果是輪胎的問題 我一定開得出來 因為我在不少的 試車的影片裡面 都會去講過這個胎幣太軟 這件事情 那第三個 它的胎壓就是 Honda原廠出廠給我的胎壓 所以無論過高或過低 應該不是我的問題 那你給其他消費者 也是一樣這個胎壓嘛 對不對 你原廠出來給我的 害我覺得晃 或是害我覺得跳 那是你原廠出廠的問題 絕對不會是消費者的問題 來我先講 這個胎壓我完全 我開這一個月的時間 我完全沒有去衝過 也沒有去放過氣 那在試完影片之後 我們那時候兩個胎壓 前面是37 後面是36 那原廠呢 原廠的這個建議值 前面是36後面是33 所以原廠給我的胎壓是略高 那這也跟晃沒有關係了吧 所以它的胎壓不構成 我說我覺得它晃的那個感覺 我們等一下先去加油 路上再跟大家分享 我這一個月開的感覺 走出發 好啦 我第一桶開 我其實有點懷疑 我自己實際算出來大概17公里左右 我想說怎麼那麼好遠 好啦 油燈終於亮了 好了 585km 禮拜到這裡 有 585 那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不能慢慢加油 因為它剛亮 所以等於 油燈完我要開 等一下我要記錄開幾公里之後 才加油 想下一次再加油才準 沒有想像中的耗油 好 加完油了 現在是剛好600公里 柯P上次加油的時候 是30公里 然後我今天加了 33公升 我今天加了33公升 然後再測一下 因為我覺得 我有九成的時間 都沒有開Sport 然後因為這一次有 拍試車影片 有開一些山路啊 然後有開一下Sport 所以我覺得好像沒有想像中的省油 等一下再算一下 下一桶油再計算一次好了 我以為應該要更好 更省油 啊但你不覺得一桶 這個油電 一公升開17公里有點 以油電來講 有點少對不對 有點普通 對我覺得有點少了 現在車感覺動輒隨便都要20 這樣才是一個 你更不要說Prius那種魔鬼數字啊 那個系統不一樣 你們就不要講了 所以我才又企劃延後再開一桶 我本來打算開一桶油 我就要賣掉了 結果第二桶剛剛 它的原設定出來 18公里 所以代表說 它一桶油差不多就是這樣 亮燈了 來看一下啊 怎麼看啊 開了587公里 然後它的平均油耗是18.3公里 比想像中耗油 怎麼這樣子 而且我跟你講一個事情好不好 我第二桶油 從頭到尾 我沒有開過Sport 我故意的 我全部都是用它的那個叫Normal的模式 所以從頭到尾 我都是沒有用Sport的 它的一桶油很小桶 三十幾公升就滿 三十幾而已 對啊很小啊 它四十公升的油桶而已啊 不要等住嗎 不用 跳起來就可以了 不用 加了33.88公升 跟上次差不多啦 33公升 我印象是33多 那我記得好像開580左右吧 580除以335 對啊一公升17而已 所以呢 我覺得它比我想像中 還耗油 再來接下來 避震器的問題 我所謂的那個晃 其實我也有在 其實我有加入那個 CV群組 還有色彈 我都默默在裡面偷看他們罵我 我都不敢出色 我都默默在裡面觀察 你知道嗎 我看到最令人亡耳一笑的一個留言 他說 以前看小獅在平其他車的時候 我是覺得滿中肯的啊 小獅這一次我搞不懂 為什麼小獅這一次酸度爆表 然後你知道我的直覺是什麼嗎 因為終於輪到索尼的車了 所以你太有感覺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那個 誰是受害者的概念嘛 對不對 以前你在看小獅講別人的時候 你就覺得大快人心 非常中肯 現在講到你的車了 你就覺得小獅不準了 小獅就不中肯了 你不覺得嗎 可是這個我特地去查證 因為我上一集片段 如果阿丹你找得出來 可以把它放進來 我記得我有講說 奇怪過彎我覺得它有支撐性 但是在這個中低速的時候 我就覺得車會晃 我記得我有講到這個 我一直覺得很納悶 它過一些伸縮縫坑洞 會有餘震喔 會晃耶 它會多晃兩三下耶 但是很神奇的是 它不是說它過彎 它過彎支撐性還行 後來我有嘗試去問原廠說 這個是不是HONDA的那個 它有一個專利的那個叫做 兩段式避震 它為了要兼顧舒適 跟支撐性 所以它有一個專利 兩段式的避震 求證了以後 不是 它這也不是兩段式的避震 就不是故意的了 我本來是以為說 它是不是想要 做那種類似兩段式避震的感覺 我這一個月 我持續在中低速開 真的我覺得還是會 稍微有一點會 有晃動的感覺 尤其呢我還印證了 為什麼我今天走環東 環東有一段 就讓我有那個很可怕的感覺 在彎中又遇到高低差的時候 你整台車它會有一個晃的感覺 我上次在環東這個彎有開到 我不知道今天我們遇不遇得到 所以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你看我們現在大概60左右 我就覺得 它的車的不管是左右跟前後的那種 余震跟晃動 都很多的 我一直很想要印證說是我開錯 因為很多的留言說 沒有人講過這個 只有小事講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要檢討自己 我們如果真的開一個月沒有 我們就是道歉 反正我又不是沒道歉過 被告都被告過 有什麼不好道歉的啦 對不對 我們就道歉 不好意思我開這一個月 確實真的沒有 我覺得真的它的底盤超棒 那我們真的道歉 可是我真的 這一集我拍還是有 我為什麼要拍這一集 因為我真的我驗證完之後 我發現還是有 這個彎的就是 有沒有 它的那個 余震就會多兩三下 有沒有就這個 剛剛那個 那個如果是在彎 你彎的時候 車沒那麼多的時候很可怕 但是你鏡頭 應該大家感受得到 我身體的晃動 我不可能自己這樣咬 應該看得出來吧 應該是看得出來 就是它其實還是會有一些餘震 我跟你講來測環動就很準 環動路真的很爛 一塊一塊補丁 這樣一直補丁 一直補丁 好那至於你覺得晃不晃呢 我倒覺得說 如果是你是有興趣 對於這台車你是有興趣的 然後你到這個原廠 你一定要去試車嘛 對不對 你不可能聽小事講 你就隔空下定 不可能 好你去試一下 就是在這種 比較中速低速的時候 我覺得在市區裡面 你稍微去感受一下 它避震器的那個 晃動 其實你就感受 你看現在是左右左右 像這種中低速 就會特別明顯 過到一些坑洞 然後轉彎 再有高低差 或是再有坑洞 然後你就會有一種 不確定性 車子會有擺動的感覺 大概是這樣 這我自己的感受 好不好 你們自己要去試 我拍了一個月 我還是覺得晃動感是有的 你說裂縫在哪裡啊 常常人家說拍到裂縫 喔這不是裂縫 喔這不是裂縫 上次有人說這好像 閃過說是裂縫 那不是啊 就是一個組裝的痕跡 光差 對啊 不是什麼太遠 一個這個 媽的 我找不到任何一個芳香劑 所以開喜美11代的 建議你們買黑人釣卡 直接釣到這就好了 啊 還有手機支架也用不了 所以我最後呢 我找了一個夾 儀錶板 儀錶板的 把它弄在這裡 當然我下面都有墊東西 因為我怕傷到 所以我這夾的地方 我有墊東西 因為我怕下個車主 不要給他用受傷 好不好 我只能找到這個最適合 我記得外面還有一種 是框在這裡 框在螢幕上 然後手機會坐在桌上 這樣 它一樣有前車死離的提醒 所以剛剛動一聲 是前車死離的提醒 我這台車只剩下的 一桶油大概可以開600公里 我開Normal的狀況之下 一桶油我可以開大概600公里 可是真的如我講的 你像FIT有沒有 它的設定就真的是比較經濟 FIT好像可以開 包括4000 將近1000應該有 好我覺得低速況還是存在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我比較敏感一點 好可能我比較敏感一點 冷氣蠻冷的 我調這個冷氣 有時候我覺得蠻難 把它調到一個適合的溫度 就是常常太冷 好不好 所以其實它冷氣也是蠻冷的 就是調高又太熱 調低又太冷 就是它的冷氣 我常常會調半天 這不是它的問題 我的問題 好不好 我的皮膚對溫度的感受度 比較激發一點 但其實我覺得 我比較大的一個因素 是站在說 這樣子的一個價格的角度之下 判斷這些龍牌 如果當然今天它賣的是110萬 我都覺得說很多事情是 蠻合情合理的 你看它800台 現在好像聽說應該賣完了 也許啦 因為真的很多人有信仰 你像我也是啊 我不算有信仰嘛 百歲我也是買啊 你知道我們拍完片的隔天 有同行打給我 說師哥你那邊有太喜美 我說對 他說我們也有買一台新的 你覺得那要怎麼賣 我說超定價是不可能 目前看起來 是喔 好吧那我想辦法處理 然後呢 過了一陣子 我今天又打電他 我說後來你喜美怎麼處理 他說沒有好險 我就平轉讓給朋友 就是一樣的價錢 沒有賠也沒有賺 那就賣給朋友 不想等的人 所以本田魂800台 應該是OK啦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今天你這台車 是一個常態性的銷售 對不對 你怎麼去跟其他的車比 一個月破千台 每個月破千台這樣賣 有可能嗎 應該不可能 所以你這個價錢 好如果800台 你也許賣完你計算得很好 欸彈起來 對吧 類似這種感覺 但這個價錢絕對沒有辦法 迎合大多數的消費者嘛 所以你如果今天你是要常態賣的 你不可能賣這個價錢啊 所以他算得很準 可能這個本田魂800台 是OK的啦 也削到我一台啊 不然呢 還有一個 我必須講 我雖然說他隔音很好 引擎的銜接什麼很安靜 隔音做得不錯 但是他冷車的時候 尤其是天氣熱的時候 剛發動 會有一個很大聲的震動的聲音 出現在右邊的引擎室這邊 那個感覺有一點像是 比如說壓縮機啟動之類的那種 的聲音 那個聲音是有感的 而且是大聲的 但是呢 它出現的時間不長喔 我常出門 要發動的那一刻 會大概響個一分鐘左右 有一個震動的聲音 蠻大聲的 在右前的引擎室這個地方 但是呢大概一分鐘的時間會不見 然後那個聲音就很少會再出現 你看喔 我說這個軟喔 我們現在在彎中 80公里 我們在束線 然後彎中 遇到人孔蓋 其實車子是晃的喔 彎中 有人孔蓋 它會左右喔 它有左右 對不對 所以這很明顯 就是避震器拉不住啊 這跟胎壓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覺得 就是左右啊 上下到還好 上下還好 真的是左右 對 哪台車不上下 你像那姊姊說 哪台車不晃 哈哈哈 對不對 你跟我講哪台車不會晃 對不對 姊姊說得也不對啊 只是說那個晃是讓你 會覺得擔心的那一種 我也不是說 這樣子是不好的 有些人覺得這樣搖搖搖 搖到外撲腳 你知道嗎 好帥啊 對不對 那 關台人皮膏要搖了 會不會 只是說 如果說 你是那種 我們想像中的本田 我在彎道中抓得很緊 非常有信心 不好意思 這避震器我覺得 就是要換 就是這麼簡單 我有說因為這避震器 我有說因為這會換 不能買嘛 沒有吧 所以我只是覺得說 我們中肯的把我當下試到的感受 反應給觀眾朋友 那當然實際我還是老話一句 你自己去試 我試就是會 我在拍第二集 我還是覺得會 那你跟我說 那其他人 通常這個 統計學是這樣 如果大家都說沒有 有一個人說有 那那個人可以拿掉 不列為計算考慮 我就是被拿掉那一個 我說的都沒算 不予計算 好 對啊不要 我都覺得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什麼 很多人都去別人的 我的車評好友 現在不知道還是不是好友 哈哈哈哈哈哈 去我那個車評朋友下面留言 你幫他不要煽風點火 搞不好是故意想要去弄血流成河 那跟以前BD4S的時候也一次啊 仙草的時候也一次啊 都有人跑到別人那邊去 驚龍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等一下想說 欸 想說你派去 對說我派去的咧 搞什麼屁事喔 我沒有齁 我們只是在分享這個東西 我們不會去聳動任何人做這種事情 沒有意義 真的沒有意義 還有人說啊 你 你啊哪 柏霞哥 你保時捷盲點選沛你就不噴 啊喜美沒一個盲點你噴得要死 哇也是有這種留言很多啊 說啊那媽啊 你用保時捷眼光看喜美 當然什麼都說好不好 不是啊 不是這樣比的啦 如果有一天你買地堡了 裡面沒有馬桶 你會怎樣嗎 你已經有錢買地堡了 你有缺一個馬桶 我們要選這個24K金純金馬桶 所以你有沒有我沒差 你不要配馬桶給我我自己會選 我要選那個鍍金的 所以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去 不要說噴啊 就是對它比較嚴格 就真的是因為說 我們是站在大多數人的一個角度 要買一台喜美140 不是那個伊隆馬克思 我想要買個喜美存一下 有了存好了 話剛剛講完就存好了 我們不是耶 所以我覺得普遍的消費者 他們是需要比較 需要去計算CP值的 真的啦 你說魂是可以撐到什麼程度 還是以荷包為準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那個眼光放的地方 一個真的是奢侈品 這個東西我覺得 以大家的一個心態說 我要買個東西 140萬 我等了那麼久喜美 它終於來 結果缺這個缺那個 當然我們的心態上 會覺得比較不舒服一點 我覺得是這樣 尤其是我就一直覺得 盲點不是很高科技的東西 那這個一個月的測試 也是該結束的時候了 好不好 7749集也拍不了那麼多 那今天這個拍完之後呢 我們應該這台車就會把它售出了 那這一次呢 我想要用一個比較特別的出售方式 好因為之前我們有試過那個直播賣車吧 我們會在網路上面做一個 競標 好來幾標 來8分鐘 一標5千 130萬 看莊坤 要打要 幫我視訊粉絲專頁 成交啦 不是因為我賣貴 覺得抱歉 我賣便宜 我又虧太多 好大家都說這流量很高 我之前都講過 你們去算一下這台車我流量到底 能拿多少錢 好但真的 實際上我擁有過 我利用這個拍影片的一個名義 好那我可以接觸到很多新車 那如果大家支持 那我們往後小事也會一直想辦法 弄一些新車來拍攝 跟大家分享我最真實的感受 好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分享給小鈴鐺 下週見 掰掰 它有這種低速的晃 還有我們的那個 我們公司入口的這個 好漢坡的底盤測試機在這裡 蠻晃的 對那是我們的底盤測試機 好我跟妳講 我們公司出入口 就有一個測試底盤的地方 底盤有聲音過那個 聲音就跑出來了 好啦 下課啦 它也要畢業 別再做了